快到夏天才來全身美白 整臉防曬 原來身體美白吃的沒笑 打的也沒笑 只有認真擦才立即見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要跟大家揭曉一個 身體美白的真實謊言 我請到了我的超級好朋友 牛仔老師 哈囉 妳怎麼接 好久沒見了 對 我們又一陣子沒有見了 對對對 那我有比較白嗎 最近 我看一下 似乎有一點點 似乎有一點點 對 特別是我有注意到你的手 有變白一點 我們這樣比一比 妳好像比較白 為什麼 因為我都在外面打拼工作 是的 確 所以說我還有穿衣服都穿長袖居多 對 因為我很怕熱 所以又長袖就讓我的身體幾乎 所以露出來的地方呢 在夏天 我相信是很多女生的匯法 對 你知道很多人女生真的啊 每次到了夏天可能快過了 或者是要接近夏天要開始穿短袖才發現 我的手怎麼皮膚黑了 就好幾截嘛 對 或者是乾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是在死到零頭才發現 我的身體不夠白 對 沒有錯 而且就是 而且膚色不均勻嘛 比如說妳有曬到的地方前面的手就黑了 然後等到這邊又白了 然後等到這邊又黑了 對 就是整個就是一個花 小花抱還是小花貓的狀態 對 沒有錯就呈現花的狀態 對 而且花花的呢 就讓很多女生比較沒有自信心 那我也有遇到很多粉絲朋友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身體美白怎麼辦 吃的有效嗎 打的有效嗎 好 今天呢 我就來跟V總監來揭穿這個 所謂的真實謊言 對 真實謊言 其實呢 因為真的蠻多人在討論說 欸 我就吃檸檬啊 吃櫻桃啊 吃這種感覺 富含有維他命C成分的水果 是 我就可以美白了 我吃這些就美白了 可是真的嗎 當然是錯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沒有那麼簡單 對 沒有那麼簡單 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第一個我先講檸檬啊 我們記得還有拿橘子 這個劉丁啊 劉丁 的確它的維他命C很豐富 但是其實維他命C在我們身體扮演的角色呢 是一個抗氧化解毒的角色 所以我們人體哦 如果說你免疫力不好 我就講一個山羊的例子好了 山羊的例子 如果它免疫力不好要感冒的時候 它的體內自己會合成維他命C 那合成多少呢 合成到十幾克 十幾克是多少呢 就是上萬毫克 等於是說我們每天吃的這個一定一定的啊 對 這個一定大概只有500毫克 那山羊可以製造出上萬 也就是差不多是這一顆的 20到30倍 甚至到100倍都有可能 所以代表什麼 如果我們平常吃的這個 維他命C啊水果 對 它的確有幫助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但是呢 等到你這些免疫功能抗氧化 整個作用完 到我們的皮膚表面 可能只剩0.000121%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 去發揮它美白的功能 所以真的要美白呢 當然是用擦的 比較快 那老師我還要再問一下 因為有人去打美白針 我也打過 對不起 那個醫美的醫生對不起喔 美白針有效嗎 我也打過 我打過美白針呢 我打過兩次 為什麼打美白針呢 其實是有一次我做這個體檢 要做這個腸胃鏡 那做腸胃鏡呢 他就幫我切掉幾個這個胃鰭肉 那切掉胃鰭肉 可能有一顆鰭肉比較大 所以說有傷口在 對 那那個醫生呢 就叫我第二天第三天回去 連續三天喔 都去掉點滴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讓那個鰭肉的傷口呢 不要出血太嚴重 就是讓它止血的意思 然後我就掉了老半天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掉給了什麼東西 我就問那個護理師 然後這個護理師呢 就是護理師就說 就是傳聞症 我打了三天的點滴 而且一天三千五 所以我花了一萬多塊嘛 但是你要想想 三天我怎麼白呢 並沒有 你知道多久才會白嗎 因為其實以我們身體的 這個新陳代謝反應 它一定是傳聞症 是阻止我們的黑色素產生 那你原有的黑色素 要從根部排掉的話 大概需要經過至少兩個禮拜 到四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要打美白針的話呢 可能要每週打一到三次 然後呢 每週都要打 週週打 那我這樣一週可能要一萬多耶 沒錯要打到第四週 所以說其實並不是美白針沒有效 它真的有效 但是我們考量到 你天天要去診所報道 要給自己這樣扎一針 不是給自己喔 是護理師 給你這樣扎一針 然後呢 金錢那麼多 那比來比去 其實性價比最高的就是 你乾脆抹上一款最有用的美白乳液就好了 對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那麼愛擦保養品 是真的對皮膚好 因為我直接擦在皮膚上面立刻有效 沒有錯 就是擦哪裡白哪裡就對了 像紐友老師我知道啊 因為啊 目前市面上大家出的美白產品 大約都針對臉 可是有一個產品就是 針對身體的美白 那它在台灣的市場其實銷售得很好 九年連續拿到這個開架 美白乳液的第一名 對 我又覺得說真的很神奇 這個尼瑋亞的這個美白潤膚乳液 就是銷售很好 那我知道老師之前有研究一下 它裡面的成分很厲害是不是 對 它裡面的成分很厲害 然後我自己有試用過 第一點呢 我覺得它針對台灣人這個氣候 因為它塗起來真的一點黏感都沒有 我可以塗一下嗎 其實我有在塗啦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怕那種 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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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到了那種像現在這種季節 有的時候已經有時候滿熱的 因為通常夏天才要美白啊 對 身體的皮膚露出來的地方才需要啊 對 所以這一瓶呢 第一個它很清爽 然後再來呢 它訴求五天就有感覺 然後再來五天就有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它添加了第一個 為福布許可的維他命C原生物 就是直接可以訴求美白 就是直接講 對 然後另外它加三個很重要的 草本美白成分 草本美白成分 大家有聽過嘛 甘草 對 西印度櫻桃 西印度櫻桃 很多牌子都有對不對 這些都是有一些專櫃美白 精華液會加的主要成分 可能是西印度櫻桃嘛 對啊 那都會加嘛 沒錯 沒錯 但它還有一個更鹹的 叫卡姆卡姆 卡姆卡姆 也是一種果實類是不是 卡姆果 卡姆果 聽過嗎 聽過 聽過 但是呢這個卡姆果厲害在哪裡呢 它比一般的這個檸檬呢 它的這個維他命C高出檸檬50倍 所以它有50倍的這個維他命C比檸檬多 所以卡姆果非常非常厲害 它不只有這個維他命C哦 卡姆果還有很多的抗氧化的成分 那卡姆果本身呢 我來給大家看一個圖 卡姆果台灣有嗎 台灣沒有 你可能要從一些網路上 買國外的一些網路 就有卡姆果粉 因為卡姆果新鮮的水果要進進來 目前還看不到 所以呢 現在呢 他們就把它做成一些健康食品 也出來了 就是卡姆果粉 那保養品呢 也有用到卡姆果的萃取精華 來加強這個抗氧化的美白效果 那這一支呢 九年開價第一名的美白潤孵液 那除了維他命C 新杜櫻桃 甘草萃取 對 還有來自亞馬遜最厲害的卡姆果 對的 原來是這樣子 我現在用完 我覺得我的皮膚有點涼 稍微涼涼的感覺 然後很舒服 就不油膩 而且有點 有點怎麼像擦過那種肺質粉那種 乾淨的香味 對 它就有一種乾淨的味道 然後再帶來一點點小花香跟果香 那如果我擦我可以馬上有感 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我就是一擦馬上 讓皮膚就美白有感 有沒有這種 如果要馬上有感的話呢 就要先進行身體的去角質 在你在意的部位的地方 對 那一般來講呢 去角質呢 以我的做法 我通常做法就是 我會搭配呢 沐浴乳 那沐浴乳呢 我通常就會出一點泡泡出來 嗯哼 老師這一瓶是 這你的齁 你自己帶來的 對我自己帶來 我也是一個 尼維亞的愛用者 我也是尼維亞控 尼維亞控 尼維亞的沐浴乳 就是蟹鹽 蟹鹽就是一般什麼 巴斯克林大家知道 我知道 那種泡澡用很舒服的 它其實就是 硫酸鎂這個成分 你也可以去化工行 去買硫酸鎂 它叫硫酸鎂鹽 那一個更容易就是 你直接去超級市場買都有的 就是小蘇打 那小蘇打粉呢 其實呢 它的去角質效果非常好 直接幫我線上去角質 有沒有感覺 很細 它很細沒有什麼顆粒感 老師你家是小蘇打粉 同時洗鍋碗瓢盆 跟洗您自己身體嗎 對 但是這個是經過我證實的 洗臉都可以 拿來去臉的角質都可以 因為真的非常溫和 直接擦掉了 有沒有擦別 有擦別 看到了沒有 可是我真的平常都有在洗手哦 擦護手霜 看到了沒有 你自己看到了沒有 哎唷我的天啊 嗯 對不對 這就瞬間擺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痛刺 還是紅腫有沒有 沒有沒有 而且 所以相信我小蘇打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有些人說小蘇打怎麼剪性啊 會破壞皮膚 嗯 真的相信我不會 它不會破壞皮膚 嗯 真的非常的溫和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馬上 哦 再擦上 哦 對 擦上 這個 九年 銷售九年冠軍 冠軍 美白潤膚乳液 對 你這樣比我還快 真好 幫老師接話 對 五天立即有改 那現在改成 馬上立即有改 對不對 對啊 真的耶 馬上就擺了 其實尼維亞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除了他這個銷售九年開架市場第一名 就是他的小蘭冠 這個他招牌啊 對他的招牌啊 小蘭冠他的招牌啊 我也愛用啊 因為之前我同事還以為尼維亞是台灣的牌子 然後想說怎麼德國 而且一百年 他以為是台灣是因為現在有很多仿小蘭冠的東西 像雪叉藍啊 雪叉藍 百叉鈴啊 這一些的 他們也都是用這種所謂的鋁冠 而且他是算是怎麼講 第一個使用這種環保材質 一百年以前到現在還是一樣 所以說呢 剛好符合了現在的環保的需求 對 因為像很多的包裝產品反而在要求 強調減速 對 或者是用鋁對不對 對 不要用塑膠 對 他一百多年前其實就這樣 就有這樣的創意出來 因為他其實也是德國一個很國民品牌 其實我來講一下他的故事 好啊 老師講一下 其實在1890年的時候呢 這時候有一個這個化學家 他研發出了一個很好的成分 叫綿羊油醇 他還特別去註冊專利 為什麼呢 因為在1890年之前 那時候已經有面霜出來了 可是那時候的面霜呢 基本上都沒有乳化技術 就是沒有辦法把水跟油 把它融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沒有很好的乳化技術 所以那時候的面霜大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用蜂蜡 因為蜂蜡呢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乳化技 但它很厚重 那不然呢 就是水加得很少 然後加很多很多的油脂成分 那就很重 很厚重 很厚重 然後加了油脂成分之後呢 然後這些油脂就容易酸敗掉 所以以前的這些霜呢 通常為什麼要叫冷霜呢 由此一說 就是以前的霜叫冷霜的原因是因為 它一下就壞掉了 它必須要放到冰箱裡 冰箱 真的喔 所以拿出來的時候冰冰的 所以叫冷霜 是喔 原來是這樣 對 有此一說 這個小蘭冠一出來之後 這個技術出來之後 冷霜就沒了 因為呢 它就是在1890年 這個化學家呢 他研發了這個所謂的 綿羊油醇的專利成分之後 它可以很穩定的把水跟油結合在一起 而且結合出來的這個像態啊 樣子啊 非常的漂亮 如雪一般的白 所以呢 當時呢 他研發出了這個專利的 綿羊油醇之後呢 就跟他另外兩個事業夥伴 一個是皮膚科醫生 一個是藥劑師 一起呢 研發出這一瓶小蘭冠 在1911年的時候 正式推出市場 那這個油飽水的劑型呢 它可以在我們皮膚表面呢 形成一個很好很好的隱形保護膜 可以長久的呢 讓我們的皮膚防止風吹溢曬雨淋 而且具有防水效果 那另外裡頭呢 具有非常多的保濕成分 以及修護的維他命原B5 那現在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 就是老師要示範什麼是水包油 什麼是油飽水 大家可能聽就是有點霧煞煞 所以直接來實驗就知道了 那兩杯水呢 我們先放一個市面上 這個 這個是屬於比較水潤的保濕霜 那我們把保濕霜集點出來 我們把這個保濕霜放進去 這個是小藍罐 小藍罐我們可以一坨出來 放進去 對 好 那現在請李總監攪一攪 好 是負責一個攪拌的工作 對 攪拌的工作 看到沒 它就是會溶解是不是 就表示說這個麵霜呢 它比較是水包油 所以這個水呢 一旦跟這個外面的水分溶解之後呢 它就會呈現牛奶的顏色 對 那再請李總監來試試 這個是藍罐 這個百年小藍罐 就是 用力一點 用力一點 很用力 再用力 旋風 用力 水都流出來 水都流出來對不對 它有點 煎入磐石 而且它還黏在上頭 對 我就把它直接滴下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煎入磐石 第一個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完全沒有融 那這個水還是輕輕乳水 對 所以呢就表示什麼 它的滋潤度真的非常高 非常高 然後呢這乳霜的這個所謂的什麼 質地是非常非常紮實 也就是紮實到什麼程度呢 剛才你怎麼今天已經腳到 很用力 真的非常用力 對 非常用力 什麼都水了 洗衣模式開到最長 你知道嗎 對 洗衣模式 然後居然一點都不會 它還是一坨就在那 絲毫不變 所以它表示它這個 這個雙體的質地 非常穩定 穩定代表什麼意思 就不容易水油分離 不容易壞掉 雖然它說保存期限三年 可是呢你只要不打開 不要接觸空氣 搞不好五年十年都可以用 這是它的好處 那我有注意到它的配方呢 它沒有添加防腐劑 沒有添加防腐劑 對對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溫和的 又有B5這個修復成分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個字型就知道 它跟它的不同就是 因為它的油脂 還有它的這個 非常扎實的字型 所以我通常我喜歡怎麼擦 我先試試看我的臉上好了 我通常都直接這樣 我是用敷的 你說厚膚嗎 像晚安面膜嗎 對 就像一般人說什麼 在手上這樣搓熱啊什麼 我覺得浪費我的時間 真的不用 然後脖子也很乾嘛 所以 然後很多人最在意的 其實是這個地方 因為一笑就會有效果 所以你說眼周也可以用嗎 對 這是一個小秘訣 我就會稍微 好 因為我們的皮膚有溫度 差不多37度嘛 好 小藍罐非常適合厚膚 因為呢 它就是質地非常的扎實 它不像一般的乳霜乳液 一下就掉了 或是一下就流走了 對 因為你看 完全不會掉跟流走 對 它會一直停在那裡 那眼睛的部位呢 其實你如果要hold整碗 也是可以的 這通常是我自己的做法 但是如果說你有急事要出門的話呢 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你是很乾的皮膚 你順便就是針對你比較乾燥的部位 你整個抹開來 把它抹勻一點 然後慢慢你的皮膚的溫度呢 就會把這個小藍罐慢慢融化 然後讓我們的皮膚一整天 都有一個隱形的防護膜在外面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小藍罐的使用方法 今天尼爾老師也教了我們好多好多的小tips 還有剛剛他講的一些身體美白的方法 大家都學到了嗎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